嗨 大家好 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娜姨 给大家提个醒 今天是吃闷子的日子 2月2龙抬头 前两天我一个朋友给我送来了两块闷子 这闷子还挺好吃的 给老妈一块 老妈也说 人家这闷子做的真好 我就给这朋友打电话了 我说你怎么做的 把方法告诉我吧 这个姐姐给我的两种方法 我就选择了一种最简单 最好操作的方法 今天做个试试 我先做一个小份的 如果要好吃呢 我再做一份留着晚上吃 要是没做成功呢 我就到市场买一块 跟网年一样坐着吃了 我可别是一看就会 是一做就惨 好 咱试试 希望成功 这个是凉杯 这个是红薯粉 这还是我赶大吉的时候 在大吉上买的红薯粉了 一会咱就用它做 提前做好准备 这都是特别赶了人的事 我就拿这个盘子作为容器 之前可以刷油 我就不刷油了 可以弄点水 哥里都可以 这人告我的 晃一下把水 让这盘子是湿的 到时候好脱膜 这是一份红薯粉 非常好 这个是十分钟的 这个是红薯粉 是红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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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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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错的 但是得等两小时才能看结果 做的成功不成功 等吧 等两小时吧 别闲着 一会儿在家里干点活 我再那个卸点麻将 拍点蒜 做好准备工作 一会儿它要是成功了 咱就尝尝怎么样 这个味道 做个家庭主妇 这一天到晚呢 忙不完的活着 闲下来点功夫呢 给这个绿螺浇了点水 才发现 这叶子上 都是灰尘了 给它擦擦吧 哎呀 我这个绿螺也是够皮实的 不管它也是顽强的生长 给点水 就好长时间 长得还挺好的 你看看 这一片一片 特别干净的 翠绿的叶子 我的心呢 突然的感觉 特别的平静 时间又到了 快两个小时了 又该准备 麻酱调料去了 先把这个蒜给它搅成碎末 倒点麻酱 我这是新的麻酱 加点水 把它卸开 往里边放点盐 把蒜末都放进去 搅拌一下 看这焖子 时间已经到了 给大家拿过来看看啊 不知道吃着怎么样 我这样 看着还是不错的 挺筋头的 咱煎着焖子尝尝啊 把这个焖子 改一下刀 切成 长条 再切成块 跟肉标子一样 选一个模式 烙饼这个 煎焖子 锅温度上来 倒点油 把它抹匀了 两边都定型了 这就差不多了 靠边 这有个烧饼 把它热一下 喝点稀的 漆一碗葛根粉 卸开了 一百度的水漆 蘸点麻酱 尝一口啊 外面是焦的 里面是软的 没做残 还非常成功 这个比例 一比四 整整好好 还有点 筋头那种感觉 不错不错 第一次做 就成功了 以为得做残了 太好了 应该就饼 我晚上再烙饼 中午就将就了 喝点葛根粉 就是我的稀的了 网友朋友们 感觉恩爱一做的 这个焖子成功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 喜欢恩爱一的 给恩爱一长点 再来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